范例8 将A球至90公尺高处由禁止释放 同时至地面将B球以每秒30公尺的速度牵直上抛 如图所示 则在什么时候 什么时间他们会相遇 以及相遇处是离地夺高 那这里用到一个概念 相遇的时候呢 两个球它的位移呢 它的长度呢 相加应该要等于90 在图中画起来就是像这样 B球上升Δxb A球下降Δxa 那由于位移是有正有负的 但是我们只看这两段长度 相加要等于90 所以我们加的绝对值 那接下来我们只需要把这个位移用时间来表示 他们相遇的时间是相同的 A飞下去和B飞上来 经过相同时间对不对 所以 时间我们都可以设为相同时间T 那A的话它其实是从禁止落下 那就是一个初速为0的自由落体 那我们就用这个公式2分之1GT平方就可以表示这个ΔxA 那B球呢 那B球呢它是牵直上抛 但是要注意这里有第二个重点 就是它上抛并不一定是抛到最高点才会跟A相遇 它有可能在还没有到最高点就跟A相遇 所以这里我们写刮胡 所以这里我们写瓜糊 所以这里我们写瓜糊 所以这里我们写瓜糊未必达最高点 那未必达最高点意思就是它的末数呢 未必是0 那这样的话我们其实就不能用这个式子了 这个式子是从禁止落下 从禁止下落 然后初速为0的 或者反过来呢 是从某个位置往上升到最高点的最大高度 那时候的末数是0 也就是一个是禁止下落 那另外一个是禁止下落的相反 都可以用这个式子 但是现在不是这个情况 我们的末数不是0 不一定是0 它不一定是达到最高点 才跟A相遇 所以不能用这个的话 我们只能回归到有初速度的情况 有初速度的情况 就会是2分之1Gt平方 再加V0t这样子 好那么 这个时候呢 我们的Δx就表示成Δxb 然后它的初速度呢 我们就带30 然后这边呢 其实这边隐含了一个概念就是 我们写正30 隐含了一个意义 就是以向上为正 我们写正30 其实就是 它方向向上30的速度 我们就以它为正了 才会写正30 那这么一来呢 加速度G呢 它其实是向下的 对不对 因为加速度 是G 然后向下的10 所以我们的G这边 就要写-10 然后乘上T平方 好那接下来我们要找这个绝对值的情况 我们要确保呢 ΔxA和ΔxB都要是大于0的 再把它们相加嘛 那我们的ΔxA呢 是2分之1G 这里的G本来应该是-10嘛 这里的G应该是-10 对不对 因为我们如果以向上为正 这边应该要是-10 但是我们希望的是 我们只看这个位移的大小 所以就要变成正的 就会变成5T平方 那么B的话呢 ΔxB呢 ΔxB已经是正了 怎么说呢 我们在左边这张图 就可以看出 一开始我们画 ΔxB就是向上 所以ΔxB一开始就是正的 那ΔxB就不用改正负号 就一样写成30T 那后面这里呢 2分之1乘上-10 我们就写-5T平方 好所以 这两个式子相加 我们再写一次 ΔxA它是5T平方 ΔxB它是30T-5T平方 这两个式子相加以后 要等于90 所以T就会等于3秒 好那么 那第二小题 比较简单 我们既然已经知道T等于3秒了 其实第二小题 它就是在求ΔxB 因为从D版往上算到ΔxB 那其实就是它们相遇的高度嘛 所以我们就直接把时间带回来 所以结果是90-45 答案是45公尺处 它们会相遇